哇 西潇恒从外道信心超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3月18日2024年 全国室内田银大奖赛南京战已经落下了明末 今天给老伙介绍的是男子8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老伙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浙江的西潇恒 西潇恒重获了全国室内田银锦标赛男子1500米冠军等等 其中西潇恒以1分55秒33的成绩决杀朵光 值得一提的是赛前早上的时候 西潇恒刚刚参加完1500米的比赛 虽然中途放弃了比赛 但是或许是为了全力去备战这个八百米 今天西潇恒处在第四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西潇恒的最大地方对手 就是处在第六跑道来自浙江的顺志愿 比赛开始后顺志愿起跑非常不错 出来两千的韩列座 而西潇恒起跑就会稍微逊舍一些出来落后的位置 刚开始顺志愿就显得非常强 反而是西潇恒则显得不慌不忙的 并当后顺志愿处在第一位 而西潇恒只处在第五位置 刚开始直见现在宁颖才只有19岁的顺志愿 处在领跑的位置 将节奏带走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200米结束的时候顺志愿处在第一位 而西潇恒落后5米远依旧还是处在第五位 接下来西潇恒继续采用跟随战术 400米结束的时候顺志愿依旧还是处在第一位 而西潇恒来到了第四的位置 接下来直见西潇恒终于开始发力了 西潇恒横外就连超两人逆转来到了第二位 接下来西潇恒跟着顺志愿的身后继续采用跟随战术 当比赛到最后一圈的时候 直见顺志愿已经开始分离冲刺了 而西潇恒也在加紧步伐前跟着 西潇恒也在等待实际的出现 直见在最后50米的时候 西潇恒终于开始发力了 西潇恒从外道很快就逆转顺志愿冲到了第一位 不过在最后5米的时候 西潇恒还是有点瘦了 最终西潇恒以一分55秒33的成绩逆转夺挂 而顺志愿落后0.09秒获得亚军 从第五到第一 西潇恒连超四人也上演了大力壮 由于本场比赛的强敌并不多 本次西潇恒跑的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 而这个成绩也足以让 大多数人都忘和却不如了 好了本期视频记得者 远顺从此别 青山空腹情 我们下一次讲会